我虽然住在遥远的 一开局女主赵友南化妆成为吸毒者的样子 进入了邻家村 她要抓获毒贩标子 短发的她穿的还是比较性感的 粉红色的衬衣 黑色蕾丝的内衬 黑色短皮裤 一头妖艳的假发 还有鱼网袜 看得出来她努力地想要演出一个性感 妖艳的大美女的感觉 让人觉得她无害 让毒贩放松警惕 然而走路的姿态和背影 网友们却纷纷吐槽这是一个男的 有的甚至说男扮女装 主要还是因为骨架大 加上走路的姿势 还有快动作中她制服毒贩阿彪的战斗场面 的确很像爷们 难怪观众们会这么说 正是因为如此 不少观众认为她是代资禁组 更是有观众认为她成为了整部剧的败笔 毕竟赵友南这个角色 和女主的美感似乎真的没有任何的关系 其实从一开始她出场的时候换衣服 大家就看得出来 她不是那种前凸后翘类型的 也不是肤白貌美类型的 关于说姚安娜饰演的赵友南是这部剧的败笔 个人其实不太认同 长得不好看不是原罪 也没有规定说女主一定非得是美若天仙的美人 以大家的审美 可以觉得她不好看 但没必要因此就剥夺她是女主的权利 其实赵友南才是大多数正常人的一面 长得好看 肤白貌美 然后前凸后翘 还是警察这样的的缺有可不多 相反的很多姑娘把自己锻炼成为赵友南这种有一些雄壮又有一些男性化 不是因为她们不懂得打扮自己 而是她们为了捍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她们才是最美的 其实大家如果去掉姚安娜家世背景的滤镜 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看就不会这么觉得了 我们看一下这部剧警方的那些饰演者 她们既不是什么流量明星饰演 也不是什么老戏骨 大多数都很普通 去掉各自的滤镜 这部剧其实很实在 没有玩那种神仙阵容 也没有花里胡哨的流量爱豆 当然这些年观众们看到的女主基本上要么就是漂亮 而且还是那种娇柔的美 很少姚安娜饰演的赵友南这一类型的女主 所以大家才会觉得不适应 相比起来赵友南来说 其实这部剧确实有不少的美女 特别是黄宗伟的三个老婆 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漂亮 相信不少人可能会有一些疑惑 黄宗伟不是只有一个老婆吗 这一期我们来重点聊一下黄宗伟的感情生涯 黄宗伟的独消之路 黄宗伟的独消之路按照他的说法 是因为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三个儿子 原本在电信公司上班的黄宗伟停薪留职了 他开了一家化工厂 专门生产洋葱精 而这洋葱精远消海外 按照他的客户的说法 这洋葱精比冰毒还贵 黄宗伟搞这个应该是颇为赚钱的 只是他却走上了其路 成为了独消 当然这一家小厂只是黄宗伟独消生涯的起步而已 后面被警方查到之后 他开始亡命天涯 辗转多的 数次生产高纯度的毒品 生意越做越大 当然期间也好几次差点被警方发现 双方上演着猫抓老鼠的游戏 而是世上黄宗伟这个角色的原型叫刘昭华 而且还是一个法警 辞去警察的身份之后 他开始制毒贩毒 靠着在化学上的天赋 他一步步走向绝路 其实刘昭华被发现制毒之后 也是常年在逃 他和别的毒贩不同的是他既不整容 也不畏首畏畏 而是像个正常老百姓那样 该吃吃该喝哈 当然他还是会改名换姓的 在他再逃的几年时间之内 他辗转各地 开采票店 种植红豆山等 不得不说刘昭华是真的多才多艺 当然他的女人也换了好几个 就公布的资料来看 他一共有三个老婆 而剧板中的黄宗伟也和他一样 在逃亡的路上有着不少的女人 而且这些女人每一个都很漂亮 比之赵永南漂亮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他的几个女人 叶阿兰 叶阿兰是黄宗伟的原配妻子 一口气为他生了三个孩子 也正是因为养孩子的压力 所以黄宗伟才因此走上了绝路 当然对此黄宗伟一直瞒着叶阿兰 没有说自己在制毒贩毒 叶阿兰也许是猜到了一些 所以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在黄宗伟到处逃亡的时候一直跟着他 黄宗伟准备去广宁 因为他曾私下买了一套房子 他清楚自己想要逃走 这样脱家带口的很难逃掉 于是把叶阿兰给安排到自己偷偷买下的房子中去住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叶阿兰才和三个孩子得以成功地在逃亡路上歇息了一段时间 叶阿兰长得很漂亮 虽然素颜 没有化妆 可绝对是大多数人喜欢的那种类型 他算是贤妻良母类型的 跟着黄宗伟逃亡 一路上也没有一句怨言 相夫叫子 只是可惜的是黄宗伟却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 让他跟着颠沛流离 从黄宗伟和叶阿兰拍的全家照之后 他说的话来看 其实黄宗伟和叶阿兰只怕是还没办像样的婚礼吧 而黄宗伟辗转逃亡 一路上制毒贩毒 和各地的毒贩打交道 叶阿兰则负责照顾孩子 但是从第一集来看 叶阿兰最后应该是被抓了 否则黄宗伟也不会人都已经逃亡到了境外了 还想着要回国 更不会因此和阿东撕破脸 阿阿美 黄宗伟经常去他家附近的馄饨店吃东西 而那个馄饨店有一个女员工叫阿美的 长得其实很漂亮 只是那老板对他不仅不好 甚至还经常开游 客人不认账 老板就拿他撒气 靠他的工资 而阿美也因此十分生气 却又无可奈何 有一次黄宗伟看到他被客人欺负 把啤酒钱算到了自己的头上 不仅如此 黄宗伟还留下了一百块 那的时候一百块已经不少了 有的人一个月的工资可能也才两三百块 黄宗伟如此大方 连阿美对他也是颇有好感 当然目前还不是爱意 只是感激他而已 所以但黄宗伟被通缉 他明知道黄宗伟在自己的馄饨店里面 却并没有出卖黄宗伟 反而是说自己没看到过黄宗伟 后来黄宗伟告诉他如果不想干了可以帮他找工作 不仅如此 黄宗伟还帮他把那的馄饨店给炸了 阿美最终跟着黄宗伟一起贩毒 他也成为了黄宗伟的第二个老婆 当然彼时的黄宗伟已经辗转到外地 改名换姓 不再叫黄宗伟了 而阿美跟着他一起走上了绝路 算是黄宗伟身边的女人之一 黄宗伟亡命天涯 自然不会讲什么对伊阿兰一心一意 和阿美在一起只是他逃亡生涯的其中一顿而已 三小安 黄宗伟的第三个女人叫小安 由于小玉饰演 相比伊阿兰和阿美 他更年轻漂亮 目前这位还没有上线 因为他是黄宗伟逃亡九年的时间中 后期中出现的人物 他大胆奔放 黄宗伟喜欢上这么一个女人 很快他们就走到了一起 小安和别的女人不同 黄宗伟对于伊阿兰是骗了他 他虽然有所猜测 但并没有说什么 至于阿美是因为他生活在底层艰难求存 为了发财 所以走上了这一条绝路 至于小安则是寻求刺激 最后误入歧途 但是好在的是他还不算陷入太深 最后还有得救 黄宗伟的三个女人 三种不同类型 可以说他厌服不浅 而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多的女人 就是因为他很聪明 每一次都能够预料到警方的动作 提早离开 否则早就被抓了 更不可能成为大毒枭 他数次改名换姓 该吃吃该喝好 过得倒是惬意无比 相比较来说警方专案组成员九年基督追凶 直到最后黄宗伟为了叶阿兰和自己的三个孩子 成回三平 最终被扎货 黄宗伟还算是良心未敏 最后为自己所犯下的错付出了代价 好